更高的格局就要有常見的體過 為端午龍舟活動暖身 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福坤齊提更高格局 但國會擴權法才剛引眾怒 回到花蓮在掛保證三大建設法案 一定三讀 花東塞降主要建設大家不要擔心 7月16號這個會期結束 塞降主要建設7月16號以前一定三讀通過 為花蓮加油 為台灣加油 改出承諾7月16號收會前一定三讀 只是環島高鐵花東快以及國道6號東延特別條理 足跡總處都已經表明三案通過 總計需兩兆元 錢從哪來恐排擠其他重大建設 要慎慎討論 這個廣告會發10億都買不到 怕就好了 花蓮根應該要來做對不對 對 不要怕要做好多好運 別怕 另一個嚴重違憲亂症的惡法 不只環保團體學者專家來反制譴責 欠缺專業的環境影響評估 藍白共體修正動議 嚴開傅昆奇強推示在B型 綠營反擊為人民把關 再三提醒民眾黨最重視的財政紀律 千萬別忘記 看到黃國昌也是選擇繼續扮演 傅昆奇小弟的角色 重大的公共建設計畫在還沒有經過想可行性的一個分析 綜合的一個規劃就率而提出來 對於政府的政治體制都不是一個好的示範 貫通中央山脈對環境影響大 傅昆奇哀哄沒有配套強行闖關 綠營裡提示線朝野攻防未完待去 三雄和猛者波音宣泰報導 到